哥 哥 哥 哎哥 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不是你怎么穿着病号服呢 你去哪儿了这是 哥 哥 哥你没事吧 哥 哥 哥 你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能睡着了呢 一个大活人能看跑了 妈我跟你说我就我就瞇瞪了一会儿 我一睁眼他就不见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老金金志阳 妈妈妈妈妈 你说我爸会不会被你一刺激 然后想不开就干了什么傻事啊 我说怎么可能呢 我都给你姐打个电话 你你你把包包给我给我 有点急死了 娜娜 是这样我跟金波正在找着呢 你这样你看看那个医院的什么楼顶啊 平台啊天台什么的 会不会他一时想不开啊 你找找啊 然后 万一有他的蛛丝马迹 你马上给我们回电话啊 拜拜 你看你看看你别急 你千万别急 你看这一身汗真是 你说他能去哪儿了呀 还穿着病号服你说 妈 你说我爸爸会不会回他自本家了 对 就去他家再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小婷婷啊 天急死了 爸 爸 你从医院出来也得跟我们说一声啊 我们都快急死了 就是 你看把我急着一身汗 别别别别 你怎么也不 爸 哎 老金 行了 没事了我们也就走了 就放心了 我们 刘姐 你别走啊刘姐 我要出差了 赶快跟单位传达一下 现在新政策 下两口有一方是度胜自己的 就能有二胎 小赵 你帮着刘姐啊 小赵 什么意思啊 老金 爸 咱别开这个玩笑 你看看我是谁 老金 虫 这怎么回事啊 有虫 姐 这刚才跟我说 小毛毛 小毛毛 一个劲管我叫小毛毛 那是咱家原来养的一只猫啊 啊 老金 爸 老金 你别吓唬我 你怎么回事 爸 你看看我谁啊爸 你 你瞅瞅我是谁 怎么了 送医院去吧 真的 别走 走走走 爸 姐姐姐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我没见过这人 啊 去 来 走 从目前检查结果来看呢 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就成这样了呢 人的失忆有很多种 就现在来看呢 生理上是没什么大问题 可能更多的是心理性失忆 就是 人在遭受某种痛苦和重大打击以后啊 突发性的失忆 过一段时间呢 可能还会恢复记忆 那 那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它尽快地恢复啊 对 现在不太好说 不过通常的情况下 让病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 对病情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医生您的意思是 不需要再住院了是吗 在医院调理一段时间也还可以 看您这边 就说不需要再做什么治疗了是吗 暂时不需要了 明白了 谢谢您啊医生 谢谢医生 妈 爸 不玩了行吗不玩了 宝贝 爸 不玩了 妈 你先别刺激他 为什么就成这样了呢 妈 你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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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花枝翘 你看看我 妈 他现在谁都不认识啊 妈 要不我看这样吧 先把爸接回咱家去住 什么 没别的办法呀妈 不合适 那怎么就不合适了 那怎么就不合适了 如果说爸再跑丢了 咱们去哪找啊 您看他现在的样子 爸 爸 我是金娜 爸您看看我 爸我金波 这怎么回事啊 妈这样 你把爸接回家 那反正我在家呢 我照顾爸 这不是你照顾的事 我也能照顾 我关键他 不能那么弄哪 那怎么办呀妈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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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小心点 童童怎么不在家呀 回家 裴静带她出去玩了 看来 还是母子连心呢 所谓 别嫌妈妈啰嗦 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观察裴静 这次 她真的是真心悔过了 毕竟你们结婚这么多年 又有了童童 给她一次机会吧 妈 她对童童好 我当然高兴 毕竟她是她妈妈 但是不能因为她对童童好 我就得重新和她在一起 那金娜对童童也好 金娜对童童好 那不假 可 她们不是母子啊 没有血缘关系 那以后金娜 还会对童童一直这么好吗 那如果说你们结婚的话 将来有了孩子 那金娜会不会 还这样对童童好呢 再说她妈妈 又那么地反对你们在一起 你这是何苦受罪呢 我相信 金娜一定会一视同仁的 算了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怎么了 你跟金娜吵架了 妈 您别问了 总之呢 我现在一心想和金娜在一起 不过她现在肯定有些顾虑 但我会一直等她 听裴静说 这些日子 你都住在公司里 住家里不方便 那现在妈妈回来了 你就搬回来吧 你看我现在这个身体 行行行 我搬回来不行吗 我做饭去了 做饭呀 怎么办 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看 一定是妈要走 才把爸刺激成这样的 这样吧 我呢 去找妈谈一谈 看她能不能不走呢 妈现在肯定是不能走了 就算她真要走 也得等爸恢复才能走 你不觉得爸现在挺可怜的吗 所以咱们才要目标一致 把爸接回来住 对 把爸接回家住 我再去跟妈谈谈吧 我再去跟妈谈谈吧 把我这个物疼给我爸 那呢 这根本就不是房子的问题 那这是什么问题啊 我知道我爸要来了 李叔肯定又不高兴 那要不信我去打电话跟他说 这跟你李叔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不明白着吗 我跟你爸都离婚了 而且是他有错在见 他出轨了 我现在把他接回来 人家还以为我 还想跟他复婚呢 妈 人家是谁呀 谁会说您 您这性格您怕谁说您啊 那要不这样 您就说是我和金波 我把我爸接回来了行吗 就是你跟金波 人家也会认为是我 你知道吗 再说了娜娜 你妈这个人 怕人家说三道四 我这辈子最要的就是脸 就特别自尊 妈 话说回来了 我爸这受这么大的刺激 也是跟你有关系的 您不能就这么不管他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是他小心眼吃醋 他想不开钻牛角尖 什么 那是因为他在乎您啊 他心里有你 他才吃那个醋啊 就算你们真离婚了 他有事你撒手不管了 如果现在是你 得了这病躺着了 他肯定二话不说 把你给接回来 别别别别说 这个不吉利的话 可是我说得对不对 我爸会不管你吗 你说话呀 好 你要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 那行 那也这么定了 来来来来来啊 回家了啊 那个 你看看啊这是哪儿 你看熟不熟悉啊 小心点啊 这装修当时还是你跟着设计的 为了省钱 那个水泥都是你从楼下扛上来的 有没有点念想 妈 你现在不能着急 我爸慢慢地就能想起来了 老金 知道叫他了 老金 你看这儿你熟不熟 这是哪儿啊 是啊 爸您好好看看 来 家 家 他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对对对 是家 那你看看我是谁 你好好想想 智芳 不是 爸 爸跟你说 智芳是您妹妹是我姑姑 她是我妈花之翘 你好好看看 你是谁啊 我您儿子呀我金波 你 你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呀 妈怎么办呀 没事 智芳芳 我不信 他能把家想起来 就想不起我了 我不比这个家重要 不是 得洗得洗 不是啊 洗过的洗过的 你吃吧吃吧 我给你倒杯水一下 又喝多了 老公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 你干嘛呀 这个你认识吗 来人 来人 客户请客 请客请客 哪有这样子 天天都这么多 太不像样了 朱莉啊 妈 你说你都是结婚的人了 咱就说不说结不结婚 就是一个女孩子家 半夜三更的 喝个醉熏熏的回来 你不怕出什么危险啊 就是 我现在才知道 当女人有多辛苦了 不是你给我闭嘴 这样子 妈 妈 太不像样了 教育教育她 我我我先知道 不是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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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太不像样了 哎呦 怎么了 鸟花花 鸟花花 去去去上洗手间 来快起来 来 哎呦 天 来来来 来来 走走 走 你走 不是你上我我看了你 走 走 不是我走 哎呦 你说你这是 到底是明白不明白啊 还知道害臊 我现在是 生不如死啊 不是你怎么了 你别这样你好好说 华智晓晓跟那个行李的出国 不是他什么意思 跟他出国干什么去啊 你先别哭啊 好好说快 行李的在国外 把什么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他去了 哥你别哭啊 再想想办法 现在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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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别别发事 靳志阳 你这是给自己刨了个坑呢 这 这可怎么填上啊 这得装到什么时候啊 你自己在那嘟囔什么呢 快点 完了没有 没 没 快 快点 完了没有啊 腿部力量不错啊 试试生意雄变 我感觉自己 也可以去参加比赛了 金叔叔好像挺严重的呀 要不然 送出国 试一试 不用了 我妈把她接回家了 现在只有我们一点一点 帮她恢复吧 放心吧 叔叔会没事的 你和无所谓 今天怎么样 她前妻回来了 彤彤和她妈 都原谅了她 现在她们一家四口 应该过得挺幸福的吧 那挺好的 好 好 好 我自己可以 好 没事没事 我可以的 这些菜啊 这些菜啊 都是陪静做的 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 照顾我们一家老师 妈 您看您说的 做个菜辛苦什么呀 就是不知道 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妈妈 你做的菜实在跟 金娜妈妈做的菜一样好吃 彤彤 妈妈跟金娜阿姨做的菜 你更喜欢哪一个呀 选一个 你想干什么呀 问孩子这样的问题 合适吗 我就随口一问 彤彤如果不想选 那咱们就不选了 我选妈妈 这样妈妈每天都可以 给我做菜 还可以陪我玩 现在妈妈很长时间 才能再看我一次 这是妈妈的乖儿子 以后啊 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啊 又有人老师说 用我们画一只动物 可是我不知道画什么好 明天妈妈 带彤彤去动物园 彤彤选一个小动物画 好不好 彤彤 明天啊 带你去医院检查啊 嗯 可以 先去医院检查 然后再去动物园吗 不碍事啊 好嘛 嗯 特别好吃啊 咱们俩好像是 第一次一个看电影 嗯 吃香蕉吧 嗯 嗯 所谓 这两天在公司一定没休息好吧 我把这个给你热了一下 你今天还是睡那边吧 我还是睡这儿吧 你是打算一直对我这么冷淡吗 我搬回来是因为我妈刚出院 得有人照顾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我是不会回来的 还有 像今天晚上的问题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问了 童童还小 我不想让她做这样的选择 可是她以后早晚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是选自己的亲妈还是后妈 你非得这么咄咄逼人吗 我不能眼看着我的儿子 喊别人叫妈 我做不到 那你五年前 为什么不这么想呢 是 五年前是一时糊涂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轻 我现在后悔了 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五年很长 能够改变很多东西 包括感情 是 五年很长 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包括我 我一定会努力 挽回我们的感情 你早点睡吧 我们去等我来啦 金娜妈妈 金娜 这么巧啊 这位是 不会是男朋友吧 未婚夫 我是金娜的未婚夫 你好 你好 您是童童的妈妈 我是李商 老吴 下次公司搞聚会 叫嫂子一块儿 我们走吧 先走了 拜拜 没想到 金娜还挺厉害 这么快就新男友了 你以为他对你有多痴情吗 说够了没 爸爸不许熊妈妈 彤彤乖 爸爸没有熊妈妈 我们去动物园了 走 你不顾客人 我 Gerry 所有人都知道 你不顾客人 我都知道 你不顾客人 你不顾客人 你很难看 你不顾客人 我都叫他 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哥 你怎么连自己亲妹妹都不认识了 咱爸妈走得早 这个世上 除了我儿子 就只有哥跟你这一个亲人了 你要是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可就真成了孤苦的女人了 志芳 你说什么呢 让你来干吗的呀 你现在需要扮演这个正能量 怎么能说这些呢 你说这些不是更打击他刺激他吗 别说这 老金 你昨天不还管我叫志芳吗 这就是志芳 你再好好看看 这是你妹妹 金志芳 哥 想起来没 你看咱俩小时候呢 算了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看把我哥给难为的 想那么多 费脑子 再把我哥给累着了 但是现在你们俩都已经离婚了 他也不认识你了 他住在这儿恐怕不太方便吧 这样吧 我把他接走 住我呢 好歹我是他亲妹妹 也不会有人说闲话 不是 干吗 要看着我 志芳 副总 别打 我就认识这儿 我就在这儿住 不是 放心 志芳 不是我 我是你 是 师芳 既然他觉得你是我 就先让他家这儿住着吧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给我打电话 我再把他接走 哥 你 你怎么这会儿来了 我来看你的 那你 你来了就 进来吧 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那个老金的妹妹 来看看的 你好 你好 这是我朋友 来 快坐那儿 坐那儿 老金 我是老李啊 你看看谁来了 你不认识我了 认识不 你是谁呀 你谁谁 你也跟他打个架呢 想不起来呀 老李 花花 他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了 怎么可能会是痴呆呢 肯定不是 醉方 人家说一句急什么呀 对不起 我随便说的 医生说就是受了一点刺激 过一段应该是能够回复的 那个 你 你看 金枝阳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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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还有事儿吗 哦 花花 上次去加拿大的时候 我签证都办好了 就差你点头了 这种时候说这个不合适 不是 这样 我丑空我给你电话 再有个时间 咱们在下面再细聊 花之交 妈呀 想起来了 对 我是花之交 你要去哪儿 我呢 这男的是谁 我呢 我呢 想起来没 认识不 妈 哥 咱爸妈早走了 我说日交 明天咱有结婚呢 那日子还是妈和爸爸 咱定的呢 你同意的 我这是谁 你认出来吗 妈 这是谁呀 妈 这是咱妈 哥 那个 你这儿 我问你 现在是哪一年 一九八四年 哥 一九八四年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胡说 一九八四年 明天咱结婚了就 对对对 结婚结婚 老朱 你 你别再老缠着她了 她是个老公子人 老金 你跟花花已经离婚了 对 我跟你已经离婚了 放屁 什么离婚 我跟你说啊 从今天开始 你找到有业上 不然就好 我见一次 打几次 你打人 你凭什么打人啊 你这 快 来 来 来 老朱 老朱 好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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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老李克 对不起啊 对不起 那个 那个病人 不跟她一般见识 是这样吧 到时候我给你电话 电话里咱俩再说 或者再约地方 好 好 好 就这样 去这样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对对对 好 再见 再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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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玩了吧 下次还要来 好呀 那彤彤有没有想好要画什么呀 想好了 我要画刚才那三头大象 像妈妈还有像爸爸和像宝宝 彤彤 那以后爸爸跟妈妈 就像像爸爸跟像妈妈一样 天天陪着你好不好 真的吗 嗯 嗯 太好了 妈 爸爸跟妈妈领路我飞 好 爸爸 不要停我 还要玩 彤彤 爸爸有点事 你先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不嘛 彤彤乖 爸爸有事情 妈妈带你去吃麦当劳好不好 好 那好吧 嗯 最乖了 这位是 被婚夫 我是金娜的被婚夫 对不起啊 刚才我不该单做主张 是说你是我女朋友 没关系 他们本身就是一家人 但我 本来就是个外人 硬要插一脚 让大家都会憋力淋伤 可你真的能放下她吗 不重要 金娜 我有话跟你说 我不觉得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有 是 我之前有太多的顾虑 我一直在纠结 一直在犹豫 可能你对我很失望 我自己也觉得很累 我也想毫无顾忌地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想爱就爱 可是最终发现 这对我来说太困难了 之前你说过 除了爱 还有太多的责任 可是爱和责任 是可以同时拥有的 我和裴静 彤彤 之前是一家人 但裴静已经离开五年了 你和我和彤彤 可以组成一个家的 可以你问过彤彤吗 如果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 一切都不是问题 可是现在裴静回来了 当你看到他们两母子在一起的时候 你没有一点动心吗 我也曾经想要做过一个妈妈的 所以我不能不考虑彤彤的感受 彤彤那边我会想办法的 你就不能给彼此一个机会 不能 你也听到了 现在李尚 是我的男朋友 你爱李尚吗 你对她是同情还是爱情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是同情还是爱情 但是我知道 李尚是一个能够为了我 牺牲自己性命的人 如果车里的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的 可是不是你 是他 无所谓 放过吉娜 你不觉得 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很累吗 我可以照顾他 也可以给他幸福 只是你想的 我已经决定 要嫁给他了 我们走 你 你想弃走无所谓 有很多理由 看吧非要说嫁给我 万一他真的信了怎么办 如果你要能恢复成原来那样 我就嫁给你啊 我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待会儿 你要嫁给我 吉娜要嫁给我 吉娜要嫁给我了 小心点 吉娜 我已经好了 我没事了 你看 我可以走了 你算了 你别闪了 你什么 我一点都不疼 我没事 我已经好了你呢 妈您是这个地方 疼是吧 有一点酸 酸是吧 行 彤彤睡了 我刚把他红睡了 所谓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 所谓啊 怎么回事气啊 来 喂 启善 我让你们管 你喝多了 我没醉 怎么又何成这个样子呀 我没醉 你还没醉 我清醒着呢 你们知道吗 吉娜要嫁给李尚了 我要永远拾击她了 既然吉娜嫁给李尚 那我看你跟 不 我就爱吉娜 我要等她 妈 您别逼她了 我知道她心里苦 要不是我出现 她跟吉娜 不会发展成这样 您先去休息吧 我来照顾她 您先去休息吧 你们年轻人感情的事啊 我也插不上话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 现在别走 我爱你 老花 杨阳 老老 爸 你还记得那个无所谓吗 你连我都不记得 有怎么会记得他 过去我心里有什么事 都还能跟你说说 聊聊 我现在 都不知道说什么 无所谓今天来找我 要和我在一起 但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在跟我说那些话 但我还是拒绝了 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还有离伤 她是因为我 才受伤的 我真的很感激她 我想这个世界 不会再有任何一个男人 回过我这么做了 我想今后能够陪着她 好好用心照顾她 您听得明白吗 跟你说这些你也不会懂 听得懂 把她听得懂 爸 小点事 您好了 您记得我了 我压根就没忘 你是装大 李叔叔 你李叔叔 当时跟你妈表白 要带她去加拿大的时候 我 我看你妈是真动心了 这一着急 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你妈留下 就只好装失忆了 您可真行 万一我妈发现了 那她一生气 就真跟李叔叔走了 你怎么办 现在过不了那么多了 反正这个办法虽然笨 效果还行 这不 爸又住回家里来了 你妈也没跟着李叔叔走 走一步算一步 闺女 你把我的处境 现在也不怎么样 我有点自顾不暇 可是我觉得 那个 无所谓 是你一直喜欢的 她是 会死心塌地 爱你的那种人 李尚这孩子 为了你 你能活出性命去 你想想 爸要是把你托付给这样的人 我能不放心吗 是 我知道你也挺纠结的 可是 这个事还是得你自己做主 跟着感觉走 爸告诉你一句话 不管你做什么选择 爸都支持你 祝福你 您自己小心点 我妈那么近的人 万一被她发现 您就完了 好嘞好嘞 保密 一定保密 好 好 你好 好了 报 sneeze儿啊 我跟你说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每天跟我上班啊 只要我来这按摩馆 你就跟着我 然后呢 你就坐着我的太师椅上 我要再不来呀 我这小管能让我那几个徒弟 给我弄黄了 玉 对 别弄这个 玉 玉的 是玉的 老金啊 都没事的时候啊 我也给你按摩 也让你舒服舒服 花花 走吧 你怎么来了 老李啊 我头头的毛病又犯了 老金也在啊 从今天开始带他上班了 家里没人呢 那也不看着我 这怎么能行呢 等会儿客人要来了 到时候可够你忙的了 一边招待客人 一边还要照顾老金 你忙得过来吗 没事 没办法呀 这种情况也不能 把他一个人放家里 花花 你看这样行吗 反正我今天没事 我带他去公园溜达溜达 你下了班 我带他回来 不就行了吗 不去 不去 等会儿 等会儿 宝宝 我不太耽误你了吗 我今天没事 一整天都有空 太好了 今天真是一堆人 等着渣枝呢 疼 疼 不给你渣 给他们渣 老金 跟老李出去上公园去玩玩去 那儿有鸟 有花 还有草 还有水 对啊 老金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说不定啊 能帮你把记忆找回来呢 老李啊 我们这个沸腾的热 不能在太阳底下晒太久 能毒鼻血 知道 知道 你跟老李去吧 花贵啊 听话 听话 等 花花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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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的中 他们给你做好吃的 你放心好了 谢谢啊 谢谢 来 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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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真的很奇怪 前一阵子还好好的 这突然间就病了 老金 其实你这样挺好的 起码我跟花花在一起 你不会有什么感觉对吧 以后我跟她结婚 你也不会觉得难受 而且这样对花花也挺好的 起码不用为两个孩子操心了 也不用整天跟你较劲 你放心好了 我肯定让她住最大的房子 比现在住得好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丁哥 儿子 跟你妈说 我去加拿大啊 咱家在北京 咱就在北京待着 去加拿大干什么呀 人生地不熟的 人家还说英语呢 你会说吗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 我们要去加拿大了 老金 你没病 你是装的是吧 你还装的 要是你不是装的 那为什么 我说的每句话 你都能跟得上 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要公平竞争 你不许耍赖啊 还装疯卖傻的 你才装磨卖傻了 哎呀 老金 我在这边有个朋友 开了个国际医院 仪器呢 很精良 什么仪器都有 哪天带你去医院查查 好好地查一下 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 得了老妮痴呆了 喂 怎么样 去医院问了吗 我跟你说我问了 人家这个老年痴呆呀 根本就检查不出来 那个仪器呀 只是起到一个 辅助性的作用 我觉得呀 那个老李呀 八成是忽悠你 你就这样 你就装失忆 你就假装 什么都想不起来 他把你没辙 听见没有 哦 哎 那会不会那姓李的 他去了外国的医院 人家这儿仪器高级呀 你放心吧 肯定都一样啊 查不出来 你就听我的啊 哦 行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挂了啊 哎 哎 老东西 想吓唬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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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